最近啊 出现了一位很火的新人主播 名字叫做酷三狗 最牛的是 他才发了四个视频 粉丝职业就12万了 那么这个酷三狗是谁呢 为啥这么厉害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相信啊 大家一听这名字就非常的熟悉 因为之前有个百万级主播叫酷二狗 其实啊 这个酷三狗就是酷二狗了 那他为什么换号了呢 我们查看他大号的主页可以发现 他的大号只有两个视频 而且每个视频的点赞才几百个 这就说明视频播放量很惨 应该是账号被限流了 于是啊 酷二狗就重新创立了个 我不是酷二狗的小号 没想到啊 做起来了 但是他怕过段时间又被限流 所以又创了第三个号 就是开头咱们说的酷三狗 更有意思的是 我发现校长不仅没退 而且还天天和酷三狗组队打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校长拉我了 赶紧进去看看 听到没有 校长的原生 而且这不是批的视频 因为校长问他能不能10天内突破20万粉丝 说明指的就是他这个12万粉的号 那么校长虽然说自己退网了 但私下还天天和酷三狗一起打游戏 说明校长不是真的退了 可能是暂时不想发视频了 但私下还经常玩游戏 因为如果一个人真退的话 那连游戏都借了 所以这应该暗示着校长以后心态恢复了还会回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明这个酷三狗和校长关系挺好的 竟然还天天一起打游戏 那么说起主播被限流创立多个账号的事情啊 之前也有发生过 你比如游戏主播难出些啊 就创立了十几个号 都是被限流给限怕了啊 所以我想说什么的啊 有时候不是这个主播的问题啊 是路不好啊 是环境不好 我之前好几个平台啊 就被限流了 我不想吐槽啊 也懒得吐槽 垃圾环境啊 不用计较